學校沒教理財畢修哥阿葛立 今天又要幫大家補課啦 今年大家高評賺錢嗎 我想也不只是老邊大家股票都有賺錢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教學過大家 美元指數它是一個很重要指標 如果它往下走的時候 通常這個新興國家的股市就會上漲 對不對 那台灣也是屬於新興國家之一 自然而然 這股市就雨露均佔有這個資金的行情 雖然經濟的基本面在這段時間有很多雜音 不過在股票裡面就是這樣 不只是只有基本面問題而已 那在資金面OK的情況下 股市還是會漲 而且我跟你講 今年的初全息行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 那不要空口說白話嘛 最簡單的證據就是 有非常多的高股息的ETF 技巧都是跑贏大盤的 那所以你如果還沒有賺錢的 好像還不如這些高股息的ETF 那背後的原因是怎麼樣 阿哥你今天就說給你聽 本影片由大華銀投信贊助播出 簡單來講00918 今年績效這麼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所說的 除全息行情 再加上外債的環境有這個資金 行情的推波出然之下 自然呢 它的業績就相當的不錯啦 那大家要知道 一家公司的股價要能上漲 就是要讓市場去買單 你要市場去買單 你就是你的成績 比方說財報要相當不錯 市場才會知道嘛 所以呢除了每個月的10號 公佈這個月營收以外 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時間 我個人認為 就是在3月底 因為3月底會公佈 年報 而且公佈年報的同時呢 也會 伴隨著現金鼓勵 甚至是股票鼓勵 的公佈 那我現在就問老邊一個問題 你以前騰車 都當時比較會騰 前幾天 前幾天 所以鼓勵 其實 人性都是一樣 鼓勵也是大家看到公佈之後 哇這個殖利率怎麼那麼的不錯 市場就去追了 所以也造就了 今年的這一波除選型的行行 坦白講 我手上很多 類似的 這個股票 漲得也是 讓我有點怕怕的 定層都不定層 漲太快了 那我們回頭來看看 這個00918 它每年的6月跟12月 都會進行 這成分股的省 我們直接看它選股邏輯中 很重要的一條 就是它的股利率 是用近四季的 EPS 乘以過去三年 平均的這個現金 鼓勵 發放率 這個跟我們之前有教過大家 如何操作除選型行情的 一集所教學是不是很像 對它是預測潛在的這個高股息 對 沒有錯 一樣的邏輯 而且它的時間點剛好 在去年12月底 進行了第一次 成分股的更換 把 獲利表現好的 因為去年12月底 大概已經知道前三季的 這個EPS 然後配發鼓勵高的 這個公司作為它的選股詞 是不是剛好 就卡位到今年的這個除選型行情 那我們直接幫大家來 檢視一下 00918的TOP10成分股 直接幫大家整理 今年以來 這些成分股的表現 我們可以從這些高時率率股票的表現 裡面看到 好幾個今年都 兩三成漲幅 甚至 偽創漲了五成 老邊你給我賺了五成 都沒有 好好的分析 還不如 買個ETF 對不對 好 那這麼多股票 坦白講 你要涉重 那個漲五成的股票也是很難 那我想這個就是ETF的好處啦 因為把這個有潛力的包三包海都包進來 對不對 而且以景氣循環股的這個狀況來看 大家本來預計說 航運 會不會 非常非常的慘 可是今年為止 到 現在 表現好像也還OK 所以自然而然它整體的績效就 沒有那麼差 可是那上次我們不是還有看到開發金跟國泰金 怎麼好像都沒了 當然也太晚了 對啊你在想什麼 剛剛不是說12月去年就有換股嗎 那去年12月大概也是知道說金東股的EPA什麼 狀況 不太好啦 所以我想他們被換掉其實 也是很正常 那00918也是一樣 去年12月的時候就把金東股 就完了 取而代之的是哪些股票 跌升的 電子族群 是不是就符合那個選股邏輯 跌很多嘛 你殖利率自然就高 例如說聯電 還有這個技嘉 建領等等 那這幾家在今年都有不錯的漲幅 的情況之下 00918這個技嘉贏過大阪 自然而然也不是什麼太奇怪的事情 當然了啦 你如果是這種喜歡金東股的朋友 現在沒有不代表 以後沒有 那我相信只要 以後這個金東股的殖利率上來 獲利開始恢復的時候 他們再次被00918納入的機率 還是有的 畢竟他們填習在過去的歷史狀況 也相當不錯 阿格利 那除全息行情之後呢 我覺得6月以後大家就要觀察這個填習 這個因子能發揮到多大的作用啦 因為這個除息呢 通常就是把一些好公司 的股價給打折 所以如果你的填習的紀錄相當不錯的話 其實你除息 等於說會有買盤 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比較低 進場的機會 所以這個就是918它填習因子 我覺得重要的地方 00918其實就是統計過去15次 這個除息紀錄 那把填習這個機率 納入到 選股的邏輯 是 現在台灣高息ETF 唯一 唯一 有關注填習這個因子的 我幫大家看一下 918的 成分股的填習紀錄 給大家參考 最低喔 也有80%的這個填習機率喔 好厲害 所以下半年918是不是還能跟目前一樣 機效表現亮眼 我想 就很值得大家繼續追蹤 可是我剛剛想到你剛剛講六月換股 對沒有錯 那就變成說他這個段期間其實沒有領到什麼利息 那他後面要除息 會不會沒什麼利息可以領 老邊來行 頭腦難得非常清楚 不會像某些人一樣一直說 為什麼這一次的利息那麼少 拜託 六月的時候 這個除息 除犬的旺季都還沒到來 自然而然 本來這個ETF 鼓勵 就比較不會那麼多 那00918在6月即將要審查換股 換向來的股票 就是要準備下半年的 這個除選席的行情 不過呢老邊不要忘記喔 今年的ETF除了 鼓勵以外 就配息會有鼓勵以外 其實還有 資本利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講嘛 今年的資本利的狀況 算是相當不錯 所以我想啊 6月第一次配息的時候 或許這個配息的金額不會 太高 因為很多公司都還沒出息嘛 投資人你也要 想一下成分股都還沒有出息 你一直要ETF 說你怎麼配那麼少 不是配那麼少 是還沒開始配 好不好 當然我想啊 這個 配息還是會有 資本利得應該是佔了 比較大的一個部分 那至於後面的9跟12月的配息 我想這個就是 比較大的重點 那藉此大家就可以觀察 這個918 這個高股力因子 能帶來多大的效果 我們也會幫大家持續的做追蹤 總結來說阿克力幫大家統整一下 00918今年啊 表現不錯的兩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 因為有 這個鼓勵的因子 掌握到除全息的行情 自然表現就相當不錯 第二美元指數啊 從去年Q4之後 就一路的疲軟 那資金行情呢 也帶動台股 有不錯的漲幅 都是00918 這段時間啊 績效 贏過大盤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最後幫大家統整一下 這個基金小檔案喔 00918的基金規模 目前約2.4億 經理家保管費是0.385% 採取既配息的模式 每年的36912 所以如果你是打造月月配的朋友呢 缺乏這些月份的話 918就可以 列入一個參考 成分股每半年會審查 12月底會幫你預估 隔年上半年的股力 有機會掌握到 初全息的行情 6月則是著重在真正 有領到利息的這個個股 就是填息因子 所以值得大家 進一步的去留意啦 好那相信今天影片呢 大家收穫的也非常多啦 那在去年Q是 股市不好的時候 如果你還是 有信心的話 你看 股市總是會有 回來的一天 所以呢我覺得 持續學習下去就是 阿格力這個頻道要帶給大家 最主要的宗旨喔 好那最後呢還是要 不免除了跟 老編 一起提醒大家 一下風險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升高潛音 享樂公開說明書 開動 北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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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派